这种观赏鱼估计和周鱼大都督的想法是一样的 大家好 这里是一二水族 话说宝莲灯鱼和红绿灯鱼 大家都知道吧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红绿灯鱼 这种观赏鱼真的是让我既喜欢又纠结 喜欢是因为和宝莲灯鱼长得差不多 而且凭咱的经济实力 也能够大胆的买它个几十条养一押 那么为什么要纠结呢 还不就是因为它和宝莲灯鱼长得太像 又偏偏差了那么一点点吗 当年的周鱼如果天天听别人说 你也挺好 就是比诸葛亮差了一点 只是差一点点 再好的心态也得被气死吧 既生鱼何生亮啊 话又说回来了 红绿灯鱼好痒吗 你觉得呢 反正我心鱼入缸经常是损伤过半 难道是因为我天天说它不好看 不开心直接跟我说白白了吗 反倒是宝莲灯鱼几乎全员活蹦乱跳 突然发现一个人生道理啊 开心与不开心直接关系到了寿命啊 各位鱼儿 你们也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啊 养鱼不可能说一点损耗都没有 是不是 新鱼入缸有一部分损耗这是正常的 另外告诉你 养红绿灯鱼其实和大部分的热带鱼 养法是一样的 给它提供一个25度的水温 水质保持弱酸性即可 另外密度要控制好啊 这个很关键 咱不考虑你鱼缸的过滤有多么强大 你只要记住一点 一升水养一厘米的鱼就行了 也就是说你的鱼体长有三厘米 那么你就给它准备三升水 这样的饲养比例一般不会出意外